有一段非常快的時間 一起非常喜樂的一同來學習如何帶領茶巾 請各位旁邊的講義拿出來 各位的講義 首先發給各位的講義 是問題導向叫做茶巾 敘述性均為示範 可以看到前沿還有第一章 可以拿出前沿和第一章 這兩個早上的時間 我們要一起來思想問題導向的小組茶巾 什麼叫做問題導向的小組茶巾呢 我相信各位都參加過很多的主流崇拜 也參加過一些茶巾的聚會 問題導向的小組茶巾 目名思義就是我們看望在小組裡面 一起來查找聖巾 我們要在小組裡面一同來讀聖巾 當我們讀聖巾的時候 很多時候過去我們的習慣 都是一個講員或者一個牧師 一個傳導人在台上講 我們在底下聽 這是屬於講經 講解聖巾 但是小組茶巾的目的 就是盼望在一個小組當中 也許是八個人到十個人到十二個人之間 我們在小組裡面 自己學習如何查考聖巾 自己學習如何查考聖巾 那問題導向呢 就是帶領的人 不是從頭到尾自己講 不是在一個大組當中一個人講 也不是在小組當中一個人 小組講經 是小組茶巾 那茶巾的意思呢 就是在小組中 藉著問一些問題 藉著一些思想性的問題 來幫助弟兄姊妹們 學習如何自己在讀聖巾的時候 有深刻的領受 昨天晚上我們講的是 法太福第四章一到十一節 各位記得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這個觀察的問題嗎 我們問說 這一段聖巾 耶穌受試探這段聖巾 是在發生在什麼年 在什麼時間 是在耶穌侍奉的初期還是晚期呢 這一段經文當中 魔鬼用哪三方面來試探耶穌呢 為什麼他用這三方面來試探耶穌呢 耶穌怎麼勝過魔鬼的試探呢 我們怎麼能夠勝過魔鬼的試探呢 這就是所謂問題式的 問題導向的調子茶巾 藉著一些深入的問題 觀察解釋應用的問題 幫助弟兄姊妹自己從聖巾當中 找到豐富的內容 因為聖巾是上帝啟示我們的 是給每一個人的 不是只有傳道人或者牧師 才能夠講解聖巾 我們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師 我們每一個信徒都可以直接從上帝那裡 有領受 那我們過去的習慣就是聽人講 然後我們就記筆記 筆記記了很多 回去以後聖巾就忘記了 但是小主茶巾的目的呢 所以他幫我們每一個人 自己學會讀聖巾 就好像一個嬰孩小的時候 媽媽吃了食物 然後化成營養的奶 來給小孩 但是現在你要長大 長大了要自己能夠吃乾糧 自己能夠讀經 才能夠有領受 所以這叫問題導向的小主茶巾 那什麼叫敘述性的經文呢 我們都知道聖經有四個主要的題材 那第一個呢 我們稱之為論述性的經文 論述性的經文就像 各位記得我們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們來這邊的時候 有一天跟各位一起學 比如提文太后書 羅馬書 格林東前後書 或者就約裡面的先知書 這是屬於論述性的經文 是比較是講解的論述性的 那第二個呢 我們稱之為詩歌性的經文 詩歌性的經文像 詩篇雅歌傳道書 這是屬於詩歌性的經文 第三種叫預言性的經文 預言性的經文像 啟示錄 各位知道聖經的最後一節啟示錄 這稱之為預言性的經文 帶於以書第七章第八章以後 稱為預言性的經文 那第四種就是我們這一次要查的路德記 這稱為敘述性的經文 敘述性的經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它是講歷史的故事 講到人物的生平 那麼接著這些故事的生平 來告訴我們上帝如何拣選 亞伯拉罕這個人 接著他成立一個家庭 接著這個家庭成立一個家族 接著這個家族成立一個民族 然後接著以色列的民族 要把福音傳給萬族 那聖經的記載聖經的歷史故事 就是在說明這個救恩的歷史 那像馬太馬可路加約 還有四個民族史故事傳 也稱之為敘述性的經文 所以一般聖經來說 有四種的四種的體材 那我們這一次呢 特別來學習敘述性的經文 就是學習旧約的歷史 還有新約裡面的耶穌聖禮和史故事傳 那我們今天用路德記 我們作為一個範圍 我們來學習如何查找這種 聖經中的故事和聖經中的人物 這是我們這一次查經的目的 我們盼望各位 這兩天早上 我們一共有路德記有四章 我們盼望 接著這樣的方式 各位學會自己回去以後 因為我們昨天在介紹說 我們當中有的人是在 教會裡面當小組長的 是在帶領查經的 我們在教會裡面當執事的 我們甚至有國內來的 在教會中要做講員的 做講道的 或者要牧養教會的 那當我們在帶領查經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講道的時候 若是各位學習這個查經 威納法查經的秘訣 我們學習了這個方法以後 我們回去就可以自己 從聖經當中有豐富的理受 而且在自己個人讀經的時候 你會發現聖經原來是這樣的豐富 原來聖經是這樣的奇妙 是超過我們人的理性 人的智慧 世界上所有的書籍 守得夠告訴我們的 那各位自己學習讀經的方法 就好像我們在日本 很多人很喜歡吃魚 那如果有人每天給你一條魚 你只能夠吃一天 但是你學會了釣魚 你就可以一生受用無窮 那我希望各位能夠學會 自己如何釣魚 自己學會如何從聖經裡面 有你做 而不是靠講員來教導 這是我們這一次 這一個推薦會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早上跟今天早上 我們會有四節 第一節我們用第一章來做為歷史 我會跟各位講解 比如說大陸的第一章 我們怎麼來借著問問題的方式 就是來讀第一章 第二章的時候 第二章就是十一點的 第二章的時候 我要請各位自己寫 自己寫說 如果你帶茶經 你要怎麼來問一些問題 幫助弟兄姊妹認識第二章 那我們會一份小組 會一份小組一起來學習 明天早上第三章 還有第四章也是如此 接下來呢 我先講前一點 就是當我們要帶點茶經之前 各位曉得茶經 讀經有基本功 意思是說我們在五聖經的時候 有一些最基本的操練 一定要有的 就是你要帶點茶經 我假定這一次來的每一位 都是願意帶點茶經的人 都是你在教會中 可能會在小組中帶點茶經 我知道我們當中有很多在家庭裡面 有小組的茶經 像兩年前來的有一位姐妹 那她現在在他們的家裡面 已經有小組茶經 我知道我們當中有好幾位 在家裡面有茶經 或者在教會當中 有小組的聚會 那你要 我盼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成為帶點茶經的人 這是我們的期望 不論你信主多久 你只要是一個基督徒 你就盼望你能夠練習帶點茶經 所以我們假定各位都要準備要帶點茶經的 所以我們第二堂跟第四堂的時候 要跟各位自己來寫 要帶點茶經的題目 好 那麼我們在要帶點茶經的話 現在有些基本的功夫 各位知道 讀聖經有三種的讀經的方法 就是讀聖經 我們這本聖經 我們有三種讀經的方法 第一個叫速讀 速讀就是說 我們一年至少讀聖經一遍 那各位曉得聖經有一千多章 所以如果一年要讀經一遍 一天平就要讀幾章 四章 三章左右 一天平要讀三章到四章 那你就可以一年讀經一遍 速讀 這是可以說每一個基督徒的基本功夫 如果你說我信 昨天不是有問信主二十年了嗎 十年了嗎 或者一年的 如果已經信主一段時間了 聖經還沒有讀過一遍 所以我們會不好意思 對不對 聖經從來沒有讀過一遍 然後很多人都從上司機開始 都讀讀讀 直到讀到策進去就停下來了 就沒有策進了 好 那這次我們因為都是 隨便有空就讀 沒有空就跳過去 好像一天打魚 然後再往賽好幾天 然後再來打一次 或者是很多人好像吃飯 今天吃大餐 然後呢 這幾天不吃 然後再吃一吃大餐 這都不是正常的方式 我們應該很正常的 盡量的一年讀經一遍 盡可能的這樣做 一天平均三章 那你會說我一天讀三章 有時候忘記了忙了 或者是出差了 或者是趕飛機了 或者是小孩子哭了 那我就會忘記讀怎麼辦呢 那看到各位有一個人 都有手機裡面 手機裡面都有 叫做 有些聖經的軟件 可以幫助你 一年讀經一遍 這樣的軟件非常的多 無論是iPhone的 無論是Android的 都有讀經的軟件 比如像微讀聖經 微是微小的微 微讀聖經 或有一個叫經讀聖經 這些軟件都是非常好的 經讀聖經這個軟件 他甚至還有聖經註解的 就是還有什麼 好幾個聖經註解書的 內容都在裡面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在你的手機 或者你的iPad 或者是你的行動電話裡面呢 在他App裡面 加上你的讀經軟件 讓你可以一年讀經一遍 而且一年讀經一遍的時候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今天讀三章 你就有一個筆記本 把第一章的章標題寫出來 比如說第一章 比如說川世紀第一章 各位有哪一位能夠告訴我們 川世紀第一章 主要的重點是什麼 上帝創造 對不對 上帝的創造 第二章 重點是在上帝造人 對不對 第三章 亞當笑話犯罪 就是你把這個重點 要一句話把它寫出來 這叫寫章標題 那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功夫了 每一個基督徒 我希望每一個基督徒 都要做這個功夫 就是你每一天 把聖經的章標題寫出來 把你今天讀經的章標題寫出來 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那再寫一天你的靈修心得 我知道各位 你們從去年開始 有一個叫 雲上的太陽這個微信群嘛 對不對 那微信群裡面 你們可以分享你的讀經心得 如果大家都願意同一個進度的話 那就大家按照同一個進度 分享你的讀經心得 就是彼此可以得到幫助 那我記得我在前年來的時候 給各位挑戰說 有沒有哪一位弟兄姊妹 願意把聖經的每一章的章標題 都寫出來 那我知道有幾位弟兄姊妹 立志去做 雖然成功的不是很多 但是已經努力過了 叫做禮拜禮戰 禮拜禮戰還是做 好 那當中呢 我知道有三位 是已經完成了 把陳正經從創世紀第一章 給到啟示了 好不好 請三位站起來一下 好不好 來 來三位 台女 再來 哇 來 還有一位 哇三位 親自 感謝主 台戰員來好好地鼓掌 好 好 有DUO 一共有六位 是一直堅持下去 只是到這一次 現在禮拜之前 還沒有完全完成 不過他們三位 是完全完成的 那這次 可是說可以做得到 對不對 他們也有家庭也有孩子 也有工作 那他們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在各地每一次挑戰的時候 都有人答應 我知道有在讀摩斯班 他也終於把它完成了 有孩子很小 他們也還是把它完成了 所以各位只要下決心 一定可以做成這件事情 那他們三位 我會送他們一個禮物 送他一本書 叫做 紀錄的莫像 電子版的 這是我翻譯的一本書 可以做為靈心的 很好的一個參考 好 看望各位堅持 第一個就是說速讀 一定要把聖經速讀 每一年如果讀一遍是最好 如果你說我實在沒有辦法 一天讀一遍 一天讀三章 對我來說是天大的困難的話 好 那麼你兩年至少要讀完一遍 就是把聖經讀完一遍 就是這是一個速讀 就是要很快的讀 第二個叫做 導讀 導讀是一面禱告 一面讀聖經 一面讀聖經 一面禱告 你一天都讀三章的話 這三章當中 選出其中一節出來 這一節你就反覆的讀 反覆的讀 就像我們讀到耶和華 是我們末者 我必不治缺乏 這是我們都很熟悉的一節 但是你如果反覆的讀 耶和華 耶和華 你就思想耶和華是什麼意思 耶和華就是主的意思 就是我們在信念裡面講的主 上主 之高的主 耶和華 是 是 都是一個很肯定的 我的 牧者 我的 他是我的牧者 他也是我們重點的牧者 但也是我的牧者 牧者 是為了引導 医治 照顧 保護 医治 這是我的牧者 我們思想到神是我的牧者 立刻就感謝 立刻向祂發出讚美 一邊讀 一邊思想 一邊禱告 再讀 再禱告就讚美 每一天至少用一節的經節 這叫導讀 導讀的目的就是要讀很多聖經 導讀的目的就是藉著這一節的聖經 來跟神親近 因為聖經是神的話 用神的話來跟神對話 這是最好的內容 我們很多人祷告覺得說 我祷告祷告來祷告去都是那幾句話 那你用聖經的話來祷告的時候 就可以非常豐富 所以這是第二個 最新的豐富 第一個叫速讀 第二個呢 導讀 第三個叫做查讀 就是我們這次查考聖經 那查讀的時候 就要了解 就跟聖經人觀察 解釋 然後歸納的應用 觀察 解釋 歸納應用 就像昨天晚上我們觀察說 這是什麼時間 在什麼地點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解釋說 魔鬼用這三個方法來試探耶穌 到底是什麼目的 到底這三個試探的重點在哪裡 它的本質是什麼 它的方法是什麼 然後再來我們歸納說 原來試探是肉體的情義 眼目的情義 而第三個是什麼 今生的驕傲 那我們知道 原來魔鬼試探的手法 從古到今 對所有的人 最主要就是這三個方面 我們得到歸納 應用說 耶穌怎麼聖過試探 我們今天如何聖過試探 這就是所謂查毒的方式 好我們這一次的路德清理查經 也是這樣 我們要用觀察 解釋 歸納應用的方式 我們來學習如何查考聖經 底下請各位看第一章 第一章 錄的是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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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要研讀聖經的時候 通常我們先了解這段經文 它的上下文跟背景 上下文的背景 我們每一次圖聖經 最常大概一章聖經 一章 那因為是一章聖經 所以這章聖經 一定不是單獨存在 這章聖經 是在整本的 旧約新約當中的 其中的一章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這一章 到底它的上下文和背景是什麼 不能冠章取義的 就像昨天 我們看到魔鬼 他冠章取義的時候 你從耶穌法要保護你 讓你的腳不會跌在石頭上 這不是隨便引這一段經文 上帝無論我亂搞 他都會保護我 讓我的腳不會跌在石頭上 我從這個石頭跳到那個石頭 再踏過去一跳一跳去 看上帝會不會保護我 不是這樣來解釋 因為那段經文重點是在 在耶穌法翅膀底下 在耶穌法硬下 耶穌法去保守他 照顧他 是敬畏耶穌法的人 神會保守他 而不是說一個不敬畏神的人 隨便從地底上跳下來 從故事山跳下來 然後上帝就讓他的腳 不會跌在石頭上 是斷章取義的 按自己的意思來講的 好 這是我們圖聖經標示 他的上下文 上下文 那所以路德記的上下文 我們就要知道說 路德記是在什麼背景底下寫出來的 路德記的背景是什麼呢 路德記到底要重點要表達什麼呢 我們要先了解他的上下文跟背景 好接下來我們在戴查經的時候 最好有一個引題 引題就是跟這一章的主題是相關的 比如說這一章主題是跟誰 然後我們去引題 就是說你跟誰過誰嗎 你曾經失望過嗎 這是叫引題 或者說一個人面對一個重大抉擇的時候 通常會根據什麼來做抉擇呢 好像路德記一章 因為路德在做一個很重要的人生招的抉擇 所以我用這個做引題先引發 就像我們昨天的後面一樣 就先引發大家的興趣 引發大家共同的經驗 從共同經驗裡面再記錄到聖經中 所啟示我們要有的屬靈的經驗 好再講一次 引題是根據一般的人 我們共同有的生活經驗 來引入到聖經中要我們學習的屬靈的經驗 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一個屬世 屬世界的一個環境中 那我們在屬世界的環境中 我們也有很多生活經驗 但是我們成為基督徒或者我們讀聖經 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從一般世界上的經驗 進入到一個屬上帝的屬靈的經驗 這是我們如今很重要的目的 像我們昨天已經講過了 我們讀聖經要帶著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看望 我們本來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或者我們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 以人為本的一種思想習慣文化 那我們要進入到一個以神為本的世界觀 價值觀 人生觀 所以我們讀聖經為了要轉化 為了要改變 所以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說 這一段聖經如何代理我 心思 意念 世界觀 價值觀 人生觀 這叫三觀 如果三觀怎麼帶來改變呢 那這是一個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個期望 我怕怕我讀了這些聖經 或者今天早上我們在這裡一起學習了以後 我的三觀能夠有漸漸的改變 雖然不是一下子就改變 但是我從路德的身上來看到他的改變 我如何也像他一樣改變呢 那這是我們讀聖經的重要的目的 好 接下來就是所謂觀察的題目 那我假定各位事先都做過作業了 意思就是說路德基各位事先都讀過三遍 有讀過三遍的自己下手好不好 有讀過了 因為各位事先都知道我們要讀路德基了 好 我們很多人都有 就是我們事先路德基已經讀過了 所以我今天不再重新讀 好 那如果你要帶領第一章 路德基第一章的查經的話 你開始會問一些觀察的問題 就是這段經文發生在什麼時代呢 在以色列的歷史當中的哪一個時代呢 好 如果是你帶領的時候 你可以問這個問題 它是在什麼時代呢 世紀 好 那麼請問這一段經文有哪幾個主要的人物呢 路德 路德 拉米 然後再來 路德的嫂嫂叫 爾巴 然後再來路德的丈夫叫 以利米勒 只要知道這幾個人就可以了 當然他們的 拉米 對不起 拉米的丈夫叫以利米勒 那另外他有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 馬連跟基倫 他們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不用管 好 重要 好 這是這幾個主要人物 再來 他們 原居地在哪裡 路德 後來移民 村居到哪裡 路德 這些都是一些最簡單的基本事實 那就等於幫助大家溫習一下 溫習一下這段事情中 一些簡單的基本事實 因為剛剛讀過一遍 可能讀過一遍 讀過兩遍 可能很多人 一下子都忘了 所以能幫助大家溫習一下 好 接下來第四題呢 就是 他們為什麼會出國 為什麼又回國 十年前為什麼出國 因為 激發股 好 所以你們為什麼回國呢 為什麼回國呢 好 等一下我們要來解釋 是因為 激發股所以就回國嗎 是因為這樣 好 我們等一下會來思想 好 好 那我們兩個兒女給兩個媳婦的選擇是什麼 然後他們怎麼做選擇 我們知道 這兩個媳婦他們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但是後來他們整個人生的道路就完全不一樣 那為什麼兩個本來是相同的年輕的寡物 後來他們整個人是不是不與不同呢 是基於他們做的選擇 對不對 那他們是根據什麼來做選擇呢 等一下我們要解釋 就是說 觀察題呢 是先溫習 先給答案 先不一定要給答案 但是先幫助大家來溫習一下 那第六個就是 他們回國的時候是什麼季節 所以一看就知道 就收割大脈的時候 好 那前面這幾個觀察題呢 就是幫助大家溫習 那你會發現這幾個觀察題很簡單嘛 特別是路人節的話 一看就懂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你問我這些觀察題 我以為你把我當好禪一樣 這麼簡單的題目還是問你 好 所以呢為了讓一些人 讓大家安慰 所以你就可以說 好我們獨愛一遍以後呢 把聖經關起來 那聖經關起來也需要想 這不是說可以看著聖經為他的 你要回想一下 好把聖經關起來 然後回想一下 這段聖經有幾個主要人物 是在南亞時代 他們是出國幾年 他們為什麼會出國 為什麼會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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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季節呢 他們兩個人所做的選擇 是什麼樣的選擇呢 就等於用這樣的方式 幫助大家 溫習一下這段經文 甚至可以請一個人 一起來 他等於用他自己的話 講一下 回溯一下這段經文 像昨天晚上 我們讀的是耶穌受試探 那麼在世間 不是有兩位嗎 一個當猛鬼 一個當耶穌 他們就叫做演讀 演讀 就是他們演出當時那個情景 然後用聖經的原話來 把它讀出來 那這目的都是幫助大家的記憶 也增加一點趣味性 可以溫習一下 剛剛所読的是什麼 這叫觀察 這叫觀察題 英文叫observation 就是觀察題 接下來就解釋了 解釋說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要解釋 解釋就是要了解 到底聖經在啟示什麼 那我們就要問說 到底是什麼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比如說我們要讀 昨天晚上的 耶穌說試探 為什麼魔鬼用這三個方法 來試探耶穌 為什麼魔鬼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魔鬼明明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 為什麼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呢 好 我們就要試講 這叫屬靈的好奇心 各位跟我說 一直來 叫屬靈的好奇心 因為我們不聖經的時候 要一個屬靈的好奇心 像一個嬰孩 像一個孩子這樣 他問你說 為什麼會下雨呢 為什麼一下就出太陽 一下子又下雨了呢 為什麼下過雨後 山上會有雲霧呢 或者是下雨之前 為什麼會有烏雲密霧呢 他們有一個最大自然的好奇心 那同樣我們讀聖經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屬靈的好奇心 就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路德決定跟隨拿阿米爾 而二八不跟隨拿阿米呢 為什麼呢 他們兩個都很愛他們的功夫啊 為什麼他們會做得不同的選擇呢 這叫問為什麼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還有哪一些知識重複出現的 還有哪一些是對比的 對比的 對比的比如說 阿爾巴跟路德是一個對比 阿爾米跟他的帳戶 加以利比的 其實也是一個對比 對不對 好 各位 既然都讀過路德記 到第四章的時候 就知道 第四章裡面 波阿斯跟另外一個世紀的親屬 是不是沒有講他名字 稱他為某人的 波阿斯跟那個某人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啊 那就是我們觀察注意說 這一段聖經當中 有哪一些是明顯的對比 是性格上的 或者是思想上 當然是信仰上的 明顯的對比到底是什麼 還有類似類理 就是同類的比較 比如說當你想到路德的時候 你就想到我們跟路德 有什麼相類似的地方嗎 那你想到爾爾巴的時候 你會說 當我們在面對決定的時候 我們跟爾爾巴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嗎 這叫類比 類比是同類的相似的 對比是相反的 對比叫相反的 或是相似的 好 像第二章就出現了一個人 第一章是 拿爾米、路德、爾爾巴、阿伊利比樂 跟他兩個兒子 好 第二章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整個路德其實非常重要關鍵的一個男人 出現了 叫什麼 博士 當你看到博士的時候 你看到博士講的話 你看到博士對待他的仆人 對待路德 對待其他的人的時候 你從博士身上 你會覺得博士跟什麼人很類似呢 跟耶穌基督有什麼類似的地方呢 就當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就業聖經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注意到 因為就業聖經是基督的御表 很多人是就業的 耶穌的御表 所以博士 御表呢 耶穌在哪一方面的品格呢 這叫做 類比 同類的比較 相似的 然後相反的 相反相對的 這比較 那這是我們通常在 讀聖經的時候 注意 解釋聖經的時候 注意到那幾個 為什麼 是什麼 從不出現的致詞 還有 有什麼對比跟內容 好 這幾個原則呢 去幫助我們 在讀聖經的時候 可以讀得很深入 昨天我們晚上看了 魔鬼來試探耶穌 我們要問說 魔鬼試探的是什麼 魔鬼試探的內容 是什麼 把聖經跟餅 從對比上跳下來 拜祂 然後得萬個榮華 這是祂試探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會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魔鬼要耶穌 把石頭被餅呢 這是很簡單的這件事情 把石頭被餅 耶穌能夠使水被酒 把石頭被餅 應該也是很容易的 那祂為什麼要 要耶穌把石頭被餅呢 為什麼要祂從墊頂上跳下來呢 那就跟祂 這是哪一個時期有關 耶穌剛剛出來傳道 沒有人認識祂 從墊頂上跳下來 讓大家多麼認識祂 都對不起祂 我們看到這是為什麼 以及 祂說你把你拜我 我就把萬個榮華給你 一拜你 立刻就得到榮華了 一求 立刻就得到彈 這叫素材的方式 我們就知道為什麼 魔鬼用這樣的方式來試探耶穌 這就是所謂解釋題 解釋題 好 那我們來看像 路德基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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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解釋 各位事先都讀過 我們試著來解釋 好 這一段聖經 讓你看到 路德基的可貴之處在哪裡 好 我們先看第一題 士師秘正時候的以色列是什麼情況呢 從士師記裡面來看 從士師記 好幾段經文都講到士師記的時候 以色列人時代 處於一種什麼樣的 狀況當中呢 那時國中沒有 王個人任意而行 表示說 這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 這是一個沒有王任意而行的時代 這是一個在屬林上面非常混亂的時代 這是一個不斷的離開上帝 然後被外方的懲罰 上帝興起了士師 士一共有十二個人說十三個 興起了十三個士師 然後呢 幫助他們 領導他們過了十年二十年 然後他們又離開上帝 又被外方的侵略 然後又禱告 又呼吸 然後上帝又興起士師來 重複重複重複的 不斷的在循環演這些事情 士師記可以說是以色列歷史當中 一段非常混亂的時期 一段算是A案的時期 那就是因為是在這樣的時期 所以路德記 當你看到路德記的時候 會覺得 哇這像一代沙漠中的綠洲一樣 這好像一股在甘歎之地的一股清流一樣 哇路德記裡面這些婆婆跟媳婦 丈夫跟妻子 然後呢 主人對仆人 都是這麼優美的 這是這樣的屬林的一種關係 因為覺得說這是亂世中的清流一樣 是覺得路德記非常的寶貴 這就是一章一開始的時候 都士師秉政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就要問說摩亞帝 他們不是移民到摩亞帝去 摩亞帝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摩亞帝是在什麼地方 是水的後代呢 各位看看 各位事先都查過就知道 摩亞帝是在以色列的哪一個方向 各位注意到 以色列的東西南北方向 那他是在以色列的哪一個方向呢 比如去查神經地圖你就知道 他是在以色列的哪一邊 東邊 東邊的話 以色列的東邊是石海 可以知道嗎 石海 石海就是分夠 這是鹹水不是淡水 所以不能用來澆田地的 也不能用來喝的 也不能用來做航行用的 就是石海 這是一個石海的東邊 所以摩亞帝是在以色列的東邊 所以是一個其實是一個 比以色列更荒謬的地方 而且摩亞人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羅德 羅德跟他的女兒所生的後代 那對猶太人來說 這是亂吻生的 所以呢 以色列的人跟摩亞人的關係一下 都合呢 是敵對的關係 在四世紀第三章 摩亞人曾經來侵略過以色列的國 而且在出來一起的過程當中 摩亞人也曾經跟以色列的敵對 所以摩亞人跟以色列是敵對的關係 是敵人的一種關係 而他們居然牽去到摩亞帝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這個背景 我們就可以更詳細的了解 那我們看到以色列 就是玉米勒這個家長 你看他是一個一家之主 以伯利恆佔死積方 伯利恆是一個其實很富裕的地方 是一個農產很豐富的地方 伯利恆 伯就是家的意思 伯利恆在希臘文裡面 BETH你只要看到 伯利恆伯賽道伯大名的伯 有一個伯字就是家的意思 在希伯來文就是家的意思 伯利恆就是麵包之家 其實就是糧食之家 這是糧食人豐富的地方 所以激方也只是暫時去的激方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主人 以利盈的這個主人 他因為伯利恆暫時激方 就是遷到摩亞地區 遷到摩亞地區 你看他都是一個聰明的決定嗎 無論從生活上來說 從理性 從一般常識來說 他從信仰上來說 都是一個很錯誤的決定 愚蠢的決定 因為摩亞並不會比以色列更豐富 而且摩亞是拜偶像的 跟以色列人不來往的 是摩亞人不能進以色列會的 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他居然把全家搬到這個地方去 遺忘以色列人如果遇到激方討難 都討到哪裡去 各位知道嗎 就在裡面 埃及 埃及吧 因為埃及是尼諾和三角洲 就好像中國的長江三角洲一樣 是一個很富裕的地方 通常要討難一定是討到埃及的 他居然不知道什麼想的 居然會跑到摩亞地區 結果在摩亞地的他們家裡的遭遇 各位就知道 他們繼續外邦 一旦的不斷的來遭遇到佩戶 那 你覺得 哪兒女是因為 聽說家常有糧食了 所以就決定回去嗎 是這樣嗎 是當然因為這樣嗎 我們從他所講的話裡面就看到 哪兒女決定回到祖國 回到家常去 因為 是因為禁忌的緣故嗎 是因為信仰的緣故 過去他們 他們 他跟著他的先生 然後帶著兩個兒子到摩亞地區 結果他們家裡面 家破人亡 他們 他發現說他們 依靠摩亞地的 田產 卻沒有依靠他們 以色列人所信靠的上帝 這是他們過去的失敗跟錯誤 所以他決定說我要回到國立人 我要回到我們所信靠的上帝那裡 我們看到他所做的決定 是一個信仰上的一個決定 因為他知道也要把眷顧他的百姓 他知道上帝會保守眷顧他們 所以我們看到他必須要做一個決定 已經出國十幾年的時間了 你看 他兩個兒子娶了 媳婦都十年了 然後死去了 他就已經要回國了 那回國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策 因為他已經把跟 離開自己的家鄉 國立人 然後到了摩亞地 在那裡已經落地生根了 已經插隊落戶了 各位知道插隊落戶這個詞嗎 因為你看他們已經到摩亞地的地方 又在那裡居住下來 又娶妻 可是沒有生孩子 但是已經娶了妻子 表示他們想要長期住在那邊 但是現在他決定說 我不要住在這裡了 我決定要回去了 他們變成海歸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回去 他們是陸居上的 叫陸歸 他們就要做陸歸了 他們決定要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去了 那從插隊落戶到要成為陸歸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因為這是等於重新再拔根起來 又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那當他面對這重大的決定的時候 他讓兩個媳婦做選擇 好 接下來這一章 第一章聖經 最重要的重點 就在於 路德跟爾巴所做的選擇 那第七題 我們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男女生不能在深海裡做他們的帳戶呢 這個文化背景是什麼呢 這是整個路德記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文化背景 也是摩西律法中的一個背景 優太人有一個文化背景 這是我們中國也不太容易理解的 但是這是優太人的背景 意思就是說如果一個長子 長子 長子還有長子的名分 他所生的兒子要繼承他們家族的產業 那如果長子 一個家族裡面第一個男生 男人 沒有生 沒有生孩子就死掉的話 那麼弟弟 就是丈夫的弟弟要娶他的嫂嫂 然後娶他的嫂嫂 目的就是要生孩子 生了孩子以後 這孩子歸給他的哥哥 替哥哥留下後代 可以替成產業 這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個規定 那如果第二個弟弟娶了這個嫂嫂 沒有生孩子又死掉了 那麼第三個弟弟還要再娶這個嫂嫂 總之就是一定要替他的家族的長子 歷後 這是猶太人的一個規定 這是摩西律法當中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為什麼男人也會說 我不能再生一個兒子 因為我兩個兒子已經死了 那我現在如果有辦法再生第三個兒子的話 等到他們長大 他們還是要娶嫂嫂的 他們還是必須娶嫂嫂來替他的哥哥留下後代 所以這是當時的文化背景 整個路德記 整個路德記 各位一定要知道這個背景 因為知道這個背景以後 我們才能夠獨得懂路德記 為什麼說要想盡辦法 要把路德嫁回去 為什麼是要這樣呢 嫁出去的目的是要讓他能夠生孩子 來替他們這個家族留下後代 所以叫男的後代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好 而且這不只是生孩子 也包括他們的財產 就是他們的家產要留後 還有摩西律法當中 如果說有男的家庭 比如說這個家庭 因為疾胖 因為災難的緣故 有一個人賣身去做奴仆 去做人家的奴仆 那你的弟弟或者是親人 也要想辦法這樣來把他屬回來 就是比如說他賣了一百兩銀子 那你家他有錢 你就要付一百兩銀子 把這個人再把你的親人 從這種奴仆的地位中再贖回來 所以這要贖人 還要把人贖回來 要把地贖給贖回來 或是要把替哥哥 替家庭留下後代 這是當時的摩西律法中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親人 沒有這樣的責任 有這樣的義務 要替你的家族贖回你的親人 或者替他留下後代 或者替他把他們家產 把他贖回來 這是當時的被子 這是第七題 我們問這問題 為什麼他那麼說 不能再生孩子來做他們的照顧呢 接下來第八題 最重要 第一章最重要的就是第八題 第八題在這裡 我們看到14節到15節裡面 二二八跟路德他們做的選擇 他們各自做選擇 他們選擇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呢 如果我們從現實生活來看的話 拿米勸他們說 你們兩個是年輕的寡戶 我現在要回到我的家鄉國藝人去了 你們是摩亞人 我是優太人 那你們如果跟著我的話 你們就等於要移開你的本地 本族顧家了 你要移開 然後跟著我到以色列的那邊去 以色列人跟摩亞人是不來往的 以色列人是歧視摩亞人的 那你們跟著我 我又沒有遺跡之長 我沒有謀生的能力 我也沒有土地 我的地也跟屬於是我自己的 那這樣的話呢 你們跟著我 可以想像得到 他在現實生活當中 如果這兩個職務都跟著拿米 你想想看現實生活當中 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兩個摩亞人 外方人的寡戶 然後跟著婆婆 也是沒有任何謀生能力的婆婆 到以色列人的地方 東將信仰不一樣 文化形式不一樣 語言不一樣 生活習慣不一樣 而且生活能力都沒有 所以從現實的角度 馬米因為愛他們的語言不勝 不要再做我吧 然後228跟路的 他們必須做選擇 到底他們做選擇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根據什麼來做選擇呢 你覺得二八是一個壞人嗎 他不跟他的婆婆回去 也是一個壞人嗎 是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他們的選擇 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呢 這選擇對他們人生道路的影響是什麼呢 等一下呢 我要請兩位姐姐來演這一段 演這一段 演這一段就是 當路 當拿米決定 決定說我要回去 不立合了 你們兩個媳婦 你們做決定嗎 我盼望你們回到娘家去 你們回娘家去 對你們來說 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路德不願意回娘家 二八 最後終於回娘家 那他們根據什麼原因來做考慮 他們根據什麼因素來做這個考慮呢 等一下我要請兩位姐妹來演出來 演這一段 看他們怎麼來詮釋這一段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路德的決定 路德他的16節到17節裡面 他就做了一個宣告 在這裡我們看到重複出現了 民我民我 16節跟17節我們再讀一次好不好 現在各位都讀過了 我們現在打開 路德基的第一章 16節跟17節我們再來讀一次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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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说我已经放弃神教我的自我了 我已经完全跟你合在一起 那在西约圣经当中 也有很多类似的形容 西约圣经中有很多类似的形容 叫类比 像以后所书第四章那边讲到说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一主一信一喜的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同一个主 我们信仰的都是同一个主 同一个信同样的信心 同样的洗礼 同样的神 而且在争斗上合而为一 也是一样 讲到我们称为基督徒以后 不只是说我来这里参加聚会 我们非常喜乐 我们称为基督徒以后代表说 我已经跟所有的信徒 同样一位主 同样的信心 同样的洗礼 同样的 同样的 神 而且在真道上 也向其同样的 正义 这是代表基督徒的决心 那今天下午我们有 有四位 弟兄姊妹要在这里洗礼 那这洗礼呢 不只是说 我信任耶稣 我在这里公开见证我的信仰 这边公开的见证 是见证说 我当我今天在这里洗礼的时候 我跟古今中外的所有的信徒 是同样的主 同样的信仰 同样的神 同样的真理 同样的信心 这代表这是一个决心 路德他当他说我决心跟你同行 同死同活同信仰的时候 也是代表这是决心 在加拿大书说 我已经以基督同丁十字架 是说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样的丁十字架 在这里路德的表明 路德的表态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表态 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跟主是同样的 一起来走同样的道路 最后最后第十题 背景的问题 动手割大奈是时候是什么季节呢 各位都知道他们是四月中开始收割大奈 到小奈收割完一周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是五旬节五旬节 四十九天叫七七节 到了收割完整以后 他们就有一个收割节 来庆祝这个收割节日 这是关于节识题 这是这一章圣经 那这一章圣经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路德跟阿尔巴他们所做的选择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这选择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最后我们做归纳 就是当我们诺万这一章圣经以后 把这一章圣经的重点做一次归纳 那归纳这一章圣经中 南米跟路德是基于什么样的信仰的认知 来做出改变一项的抉择呢 如果我们是在小组里面的话 我这次世界没有请一个人 比如说也许我们就请一个人来 用路德的语气来表达 用路德的语气来表达 就好像事后有人采访路德说 当初你为什么要决定 从摩亚地道的国益人来 或者变成佛佛来用路德的语气 他说我决定跟着我的佛佛 因为我在信仰上 我的认识是什么 所以我们做一个威纳的方式 那你可以用比较生动的方式 请一个人来回答 请用路德的方式 用路德的口气来表达 这样的话就会很生动 那归纳也是一样 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一章的主题 就是你觉得这一章 如果你要替路德基的第一章 你用一个当标题的话 你会用什么做标题呢 有没有哪一位可以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各位事先都读过 路德基第一章 如果你用一句话来表达 你会用哪一句话来表达呢 读过上面的 怎么可以 哪一位来回答一下来 如果是 第一章 你用一句话来表达 你会怎么表达 好大声一点来 回归 回归 好 很好来 还有没有 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来 信心的选择 很好 做重的是选择 刚刚做重的是回归 好还有没有 跟从 来再一次 Let's call 神的 Let's call 神的 那你的 Let's call 真正的神的恩节的地方 可以对他自己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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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神的认识 好 很好来 还有没有 再一位好不好 来 跟从 来 跟从 好 走重在跟从 很好 我们 因为在这张圣经当中 你可以从选择的角度 从回归的角度 从跟从的角度 那你来看这一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这叫归纳 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这一章圣经 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那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 那所以更新而变化 必须跟从 必须违规 必须顺服 必须 认识神 就是我们从不同的方向 引向同一个主题的重点 好这是我们用木则记第一章来作为一个示范 那最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另用题 另用题就是你曾经做过哪一章中大选择 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吗 当时信仰 对你的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你当时不是一个基督徒 而你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 那你当时的信仰是影响了你的决定吗 像各位来日本会讲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吧 那你当初来日本的时候 你根据什么来做你的决策 是根据什么 那么你的信仰对你的选择有影响吗 这是一个另用题 再来 根据上次人认知 本章说拿尔米跟路德的榜样 改变你对神 对己 对人 对事物的看法吗 就是 拿尔米跟路德 对不对 这两个是这一章诗经中的正面的榜样 跟学习 那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对上帝的认识吗 对人的认识吗 对己的认识吗 在 拿尔米刚刚决定要回到 伯利伦的时候 拿尔米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 他不是说他回去以后 就对 那些伯利伦的 说你们不要再叫我 拿尔米要叫我马 他说因为我是很苦的 我是很痛苦的 他对自己的认识是说 我是一个很可怜的寡物 我的丈夫 犯了错误 我到了活跃地去 结果家破人亡 我现在一如所有 我是很苦的 是一个 苦悲满意的一个人 这是他对自我的认识 但是到了第2章第3章 特别到第4章以后 如果拿尔米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当有人在采访拿尔米的时候 他自我的介绍 对自己的认识 应该不一样 应该他整个人生不一样 如果你采访路德的话 路德他会怎么自我介绍呢 他对自己的认识 以及后来有什么改变 这些就是我们应用 就是让我们对他有什么改变 还有对神有什么认识 这些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可以问的问题 底下 底下 我们就要 请两位姐妹 我们请 高龙和 董彭会 给他们两位来 为我表演 体验思察经 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刚刚是 威纳斯查经 威纳斯查经 威纳斯查经完了以后 我们对这段圣经有一个深度的了解以后 我们就设身处地来着想说 如果 我是路德 我是尔巴 当我知道 我们婆婆拿尼 觉得要被活力人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之间应该有对话 这是叫左礼 是不是 就是他们左礼之间 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 那他们两个不会说 那你叫我回去 然后我一下就回去 不会是这样的 一定他们两个之间 一定有很深入的交谈 所以我们请他们 来设身主 这是圣经没有写的 体验思察经 就是说圣经没有写出来 但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你来把它演出来 这样的话就让你 好像穿越到 当年的 路德 跟尔巴 他们 在做决定的那个晚上 到底他们会怎么讲话呢 你好像是一个观察者 你回到了那个时代 你已经有 这几千年的圣经的知识了 然后 回到那个时代去 来体验一下到底他们两个人 面对这么重大的一个人生的抉择 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尔巴为什么决定要回梁江 路德为什么决定要跟谁 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来诠释这一段故事 好不好 来我们补掌欢迎他们 哎呀 哎呀 路德 你说咱们怎么这么可怜呢 刚嫁进来 还没生儿子呢 虽然老伴都没了 哎呦 哎呦 我意不利 快受中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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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ко 不伤心了 哎呀 你说咱们丈夫都没了 我说以后留下生人家伤你 那个怎么活呀 大嫂 你怎么打算 大嫂 刚才婆婆说 让我们各自都对我们各自的等下去 你是怎么想的呢 以后我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呢 也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刚才听婆婆说的 也对 她也不可能再生丈夫给我们了 我有点想回娘家 所以什么也不会做 以后怎么生活呀 还是找一个人嫁了吧 要不趁着年轻 还是再找一个人嫁了吧 要不孤独一生 好痛苦啊 路德你怎么打算 大嫂 你说得对 你 还不孤独一生 还不孤独一生 你说她说是随时返说是回本国 哎呦 反正是听见她的一段话 今天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 你说不孤独一生 你大嫂 你都放进那 我给你的娘家分国去吧 我留下来 我要跟随时返说是回本国 去照顾她 让我们先看一看 于是 淋红十 专业 让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先看一看 有什么事 好 就算不孤独一生 我凶独一生 这是你 是 小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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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本國去 他去哪裡 我的跟隨在去哪裡 他在哪裡住宿呢 我就跟隨在哪裡住宿 他在哪裡死 我就跟隨在哪裡死 直到站在哪裡 他的國就是我的國